高雄和春技术学院的岐山小区 安置了包括桃园乡五所国中和国小的学生 不过现在传出了总共可是有八位学童集体感冒 而其中一位桃园国小的学生也已经确认是感染到了A型流感 目前学校将学童送医治疗而且也投药客流感 学童已经被带回家隔离 而目前校方也赶快加紧消毒和清洁 避免再有学童的集体感冒扩大 学生健康中心排队等看病的学生就有八个人 他们出现感冒 咳嗽 流鼻水等症状 家长紧张得不得了跑到学校来关心 没有几天就刚开始了 可以关心吗 桃园乡五所国中小学生大约323人被安置在河村技术学院齐山校区上课 截至9月4号已经出现八名学生集体感冒 其中一名桃园国小学生发烧38度确认是A型流感 现在这位学生呢他目前呢还是就是认定是A型流感 那医院这边是还没有给我们这个正式的消息说是 是不是有正式是新流感N1H1 目前还只是就是A型流感 八名学生都已经送医治疗 其中确认感染A型流感的病童用客流感投药处理 并由家长带回隔离 其余的学生未来有感冒症状 校方已经在学校附近借了活动中心 加紧消毒用来隔离病童避免疫情扩大 中天新闻纪博士张玉昕高雄报